今晚开战吧 小禅啊 很多人说颜值才是王道对不对 但现在没有 现在好像有什么腿控 手控的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个地方 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 我们是走心的 走心啊 楼下那个又亲切又有爱心的阿伯 你应该 先忙 先忙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跟我讲说 我最近好像有点锁骨控 看到女孩子的锁骨 他就受不了 然后一下又跟我讲说 他有翘臀控 我后来跟他讲 我说你什么控都不是 你只是好色而已 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所以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模一样一样 什么控都有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生活中出现各种怪控 究竟是他们太古怪 还是是我们太无趣吗 不可能吧 其实每一个人最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不一样 有鼻孔孔 可以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什么配合 这么觉得奇怪的怪控人代表 我怎么看 怪嚼 真的 我这边就是那种怪控鉴定团 然后又有被怪控人 生生残害的那种疫情 还有两位专家 对 真的吗 双位都是真的吗 欢迎王医师跟慕慕老师 慕慕老师 欢迎 对 其实控这个字 源自出自于日语 日语 对 是日语 它指的就是说 极度喜欢某种东西的人或族群 那之前网路就有妈妈在抱怨 就说 自从某一年的万圣节 他买了一颗南瓜给他儿子之后 不得了 怎样 儿子变成南瓜控 疯狂爱上南瓜 而且每天都要叫妈妈买南瓜给他 严重到说 他要闻南瓜才睡得早 所以他妈妈前前后买了 30颗南瓜给他 小孩严重到说 闻着南瓜味道才能睡觉 其实这已经是蛮严重的 然后就搞得整个被子房间床上 全部都南瓜味 让妈妈有够崩溃 那要是他万圣节的时候不是就疯掉了 爽翻 开心 对 开心的一样 对 来说就是个乐意 问一下大家 极度喜欢一样东西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请举牌 我是感觉还好呢 看是喜欢 过度就不行 看是喜欢什么 对 但是不要说让这个事情影响到你 极度影响到你生活 应该都还好 王医师居然也不赞同 都不赞同 像刚刚那个小男生 我可能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 像那次亚斯伯格症的情况 对 就是过度的喜好 同样或是重复的事情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 我觉得都有一点点这个怪的因素 怪笑 有时候其实只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 所以我们就要请木木老师帮我们做个测验 好 来 那今天我们就先请在座的来宾 先帮我选一下喜欢的图案 那选完以后呢 我再来揭晓这个题目是什么 好的 请举牌 好 请举牌 一定是爱心的啊 就是一个直觉 不用想太多 用直觉来举 三 一 三 二没人选 四年没人选 那我选二好了 不行 没有啦 我其实那两个在选 反正就那两个在挑 因为圆圆的跟你很像 对啊 你就会选圆圆 这个测验呢 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你们的古怪指数 到底有多少 所以今天没有人选四了对 我们就先看第四个 第四个的古怪指数呢 是20% 这代表我们现场都很乖 对啊 大家蛮奇怪的哦 所以今天大家都蛮奇怪的 那其实呢 如果选四的话呢 对于你的个性呢 其实所以今天在座的大家 都是一个蛮有趣的灵魂 因为选四的话呢 其实它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平凡 无趣的一个无聊的人 是 对 看二 那再来我们的二号 古怪指数呢 是50% 二号 选二号的话呢 就是 他的生活丰富 平易近人 对啊 很亲密 他的反应其实也真的 就是很符合他选的这个二号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像二号啊 这个平易近人跟 他其实他的心里面 他是希望可以就是 符合大众的一个期待 然后一个很圆融的一个状态 是 有啦 他很平易近人 真的 像他是大明星 对不对 穿过大众一样 都有通风的 对啊 平易近人 真的 对 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弄两个 好 再来的话 我们要看哪一号呢 一号 好 好 一号的古怪指数呢 是70% 好高喔 好 那三号我们就更快了 对的古怪指数会比较高一些些 怎么样怪 对 那怎么样怪呢 就是他的想法独特 然后有吸引力 我今天这个弯腰 然后今天这个举手头组 是希望可以吸引到人家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号给他 他有时候发表一些 他自己的言论 对 有时候就会受到很多的共鸣 对 特地讲出来话 这个就是他会表现的一个东西 好的 接下来是现场最多人选的三号 三号 我的土怪指数高纳99% Yeah 怪人 医生坐在这边的吗 他就在那边吗 他一直过来 他都在那边 这都可以了吧医生 对啊 王医生看起来真的蛮怪怪的 我跟你讲 他身后是怪在哪 好的 个性古怪 有时候会让人家很想跑 很想跑 对 他在大家的眼中里面 可能就是一个怪咖 对 会让人家觉得 他是一个异类 他为什么会做的事情 都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这个在某一个群众里面 会相对比较耀眼 会比较让人家看得到 通常大家有这种鬼怪的idea 都是从他们来的 对啊 所以还是有需要他们的存在 对啊 好的 谢谢穆穆老师 其实之前就有网友 在跟大家讨论说 大家喜欢哪一种手的类型 或喜欢这个肉肉的 或是修长的 或是像热狗一样 肥短的颜色 有人很喜欢 会像腿不辣那一种 对啊 都是均匀一点 就是引来不少人 拍自己的手一起讨论 我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手 你会是手控吗 我是 腿控 年轻的时候我看到那种 女孩子的腿 特别修长 特别漂亮 然后甚至是那种 那种运动型的腿 你看到甄姐 你就没听到甄 对啊 你干嘛 揉什么呢 你干嘛揉 给你两个看 你是晚辈 我也不敢卸罢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 脚控 对 脚控 我曾经跟一个算 他是大公司的一个CEO 我们一起去酒店吧 对啊 他是 好多年年轻的时候 好迪贈喔 这故事好直转直下 对 进来的那个小姐 她就来 先过来 脚 鞋子脱下来 我看一下 先看脚 先看脚 她不是看脸 看一看 她把它举起来 有没有 她举起来 你看 脚控 你看多么均匀什么之类的 你看看脚确实是很害羞 对 好尴尬 尴尬 对啊 我们来问问一下又远 哪一种控 最让人家难以捉摩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 合作问卷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而今天将由特派员又云 为网友们说出心底话喔 好喔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到底网友哪些控会让人家 觉得很特别呢 好 首先我们就是根据今晚开发 官方粉丝团还有备闻 俱乐部我们合作民调调查出来了 好 先看到第四名就是 跟身体部位有关啦 就是听到好听的声音 就会立刻觉得耳朵怀育 这个占了百分之二十二 好 其实有蛮多网友都会分享 就是跟自己喜欢的身体部位有关 像是有些女生就认为说 身高高的男生 不管长得怎么样都超帅 你是帅超man的 你一定要加一句 不管长得怎么样 你有习惯啊 好好跟对喔 就优势啦 对 只要身高高就一切都OK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女生会觉得男生手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男生手上如果有那种青筋 隐隐约约的浮现出来 就是一种很man的 你不用看 很man的那种 我不但没有情绪 而且我每次要去抽学 那个护士都要打扮的片子 一直打 找不到 找不到 好啦 那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这些特征 会把你迷得不要不要的呢 声音会耶 我听男生的声音如果很好听 我会觉得很美 真的会 真的会 声音会是 声音很重要 有些听到那男生好听的声音 他如果主持电台的话会超好听 像那个谁贝克汉 每个人很多人看到他帅呆了 可他一讲话是这样子 对 可他一讲话是这样子 就扣了 但是他如果来找我 还是为理他 真的 很多人听广播电台 主持人声音很好听 但是看到本人就 就有点失望 就有的真的很帅 对 相见不如怀念你 那你有什么怪控 我有雀斑控 你喜欢雀斑控 还有就是那个头皮味的控 你老婆不是只有雀斑 我老婆对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跟我老婆 第一次我们认识 我们是去唱歌 那很黑啊 然后又全装 然后就还蛮可爱的啊 就人蛮好了这样子 然后第二次 第二次又是去吃饭嘛 那女生一定也是全装啊 然后就来来来来 也觉得这女生还不错啊 然后就朋友说 拔了拔了 真的不错这样子 我说好啊 真的蛮好的 然后真的到让我就是 深深的喜爱的时候 就是第三次 我们去好像是划那个独木舟吧 还不能化妆了吧 对啊 你再化妆 我就发现她脸上有小雀斑 因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 我就觉得有这种小雀斑的女生 真的很可爱 很好看 然后我就 我老婆有雀斑 好像如获至宝一样 从此就决定一定要 所以你娶她是因为确斑 还有便宜的机 确诊 还有便宜的机票 便宜的机票 你这个人 没有人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 真的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很喜欢闻女生 头皮的味道 因为大部分女生 刚好头皮就在我这个地方 而且最好是要那种 出了一整天外景之后 的那个味道 真的啊 你这不行啊 那我来的时候吗 太小 没有 你还没有出外景 哦 你有一点 你会干净啊 你会干净啊 王医师今天看整一整天啊 王医师是不是 对啊 那我看到有没有雀斑 通常女生大部分都是 头发会香香的 然后加上一整天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油味 汗味油味 我觉得那种综合起来的味道 我超喜欢 你认真 你是真的吗 所以我说真的 我每一个 我们一起出外景的女主持人 头都被我闻变 像是李懿啊 女的李懿嘛 151 151对 151闻她比较累 要这样玩 因为比较酸 然后像是阿诺 还有那个谁 那个莎莎 莎莎好几次就翻脸 因为她那种 就对自己要求很完美 然后她自己会觉得 我很臭 你闻个屁啊这样 因为有时候臭到你知道 回到家放下来的时候 只转头拿个东西 就是 我最喜欢那种 你最喜欢那种 她说那个舒嬅在聊 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她说有的女孩子 因为她每天在摄影 去加吹风机那个味道 她说有的那个臭到说 真的是很恐怖 很恐怖 真的 你喜欢来 你喜欢 还是我来帮她做 对啊 真实话好了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好特别 那你觉得你刚刚讲的那四个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味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李懿的 因为李懿的她 够man 她对 比较man 然后她可能出油 油性皮肤 她那个 她那个比较多一点 对 你这个真的是怪怪的 很奇怪 我会觉得 松的很好闻 会兴奋吗 会啊 她倒是不会兴奋 但就会上 有点像那个 闻那个石膏味道 打石膏的 但我一直上瘾 会 有人喜欢闻汽油的味道 对 还有很喜欢闻心血的味道 对啊 我的怪癖是 只要男生有下睫毛 他做什么我都可以包容 下睫毛 下睫毛很重 你们有没有看汉味战士 他们的那个下睫毛就很美 对 然后你就会一直看到他的眼睛 觉得这男生好有眼神 上睫毛跟下睫毛 下睫毛超美 等一下 但如果上睫毛没有 然后只有下睫毛 也太可怕了 好恐怖 你来看大牛哥的 大牛哥 我没有什么下睫毛 有啦 你有 你有 可是没有那么明显 你要很明显 我要那种很明显 就是根根分明 医生你没有 喂 你没有 真的不见了 不要看小伙子 跟过国一样 行吗 在场都还没有 就是你知道 你们去看汉味战士 就是那个 阿汤哥那个下睫毛 极明显的 而且是没有化妆 就根根分明那一种 你知道那种就是 在跟你求饶求情 或者是拜托你事情的时候 那个眼神真的是很赞 但是不会觉得很不Man吗这样 不会 我喜欢 我觉得那个好疗愈 我之前就真的有交过一个男朋友 就是他情绪控管 比较有点问题 然后有时候他丢东西会丢到我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 觉得说有点危险 我就把他赶出家里 但是他三天内就回来 就是带着一点泪水的眼神 看着我说他知道错了 他一定会好好改进 然后我就原谅他了 你就因为下睫毛 你就因为那个眼神 你这么没出息的家伙 不是 那个眼神 你真的拒绝不了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知道错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癖 就是我很喜欢扭那个骨头的声音 就是那种 就这样 什么扭 不要扭 不要扭 就是这种声音 我觉得扭骨头是一件 很放松的事情 像我之前跟我男朋友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在吵架 然后吵到不可开交 然后我就说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注重睡眠的人 我说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房间一下 然后去房间 我就扭完我的骨头 因为突然我扭完骨头 就是想要入睡的时候 然后我扭完骨头 我就觉得 我恨今天放松 这一切都没什么 这小事 我就去抱他说没事没事 我就睡了 可是你知道骨科医师都说 不要这样子自己扭 他说像脖子 很多人会这样 我会这样 你就很容易长骨刺 是啊 所以今天蛮鼓起 小猪的情况说 喜欢听到嘎嘎嘎的声音 是因为 那动作本身造成很舒服 就自己觉得很舒服 不管是拉开或是放松的感觉 然后又因为听到的声音 去加强的印象说 我一定要拉到这个程度 我才会舒服 只要一旦没听到的声音 就觉得自己不够舒服 但是有连结跟奖励中枢有关系 因为我舒服了 之后我想要再有这种舒服的感觉 我就要做到这样的动作出来 对 是 那其实类似这种 刺激奖励中枢的情况也还是有 譬如说像 我门诊有遇过 就是说有小朋友 那小男生 他很喜欢咬指甲 那不是焦虑 也不是无聊 他就是喜欢咬 咬到什么程度呢 咬到甲床 甲床 所以指甲下面 指甲跟指甲 白色咬不完 对 所以常常会有发炎 或者是肿胀的情况 那当时我们就要采取行为治疗 因为毕竟这是会受伤的情况 那个小朋友我们采取的方法是说了 涂透明的指甲油 对 因为透明指甲油 它咬的时候 有有机溶剂的气味 跟那个味道 它咬不下去 可是如果遇到像另外一个小女生 她是喜欢修指甲 它是修到那种受伤也在所不息的 那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它是 它不是用咬 它是用器械去修 所以后来做法 做甲片 因为甲片索废不支 他就不忍心把它弄坏 对 所以最后反而是 这套行为治疗就说 你透过某些情况 让它去回避 或是觉得嫌恶 然后就不会这么做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会这样咬 但我已经是焦虑 后来我是去做指甲 然后我还是把那个甲的 甲片咬 咬掉 我咬到二十几岁了 结婚后才开始没有咬 是 要不然我以前是咬到咬 那个肉都 你是紧张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后来就不咬 压力大的时候 而且假如说咬一咬 我爸就从后面这样 拿那个蒜盘 有没有 是 就直接这样 卡 就抬到手 就很激 那又不敢怎么样 是 然后还是就继续咬 咬到手指甲已经没地方咬了 然后咬脚指甲 其实刚刚其实大人哥有讲到 就是你喜欢看腿 对不对 我真的身边就有那种男生的朋友 就非常喜欢看女生的腿 那每一次其实有时候吃饭 就是你带你的朋友 我带我的朋友 那我就会带女生的朋友 一起大家吃饭 他就会真的就会 一直盯着人家的腿 然后会一直延伸到 他的那个脚指头 然后他都会跟我讲说 他选那个脚指头 都不能是那种肥肥短短 可爱型的那一种 他就是要修长的 要短的 然后指甲片 然后还跟我讲说 女生的那个拇指 就是脚拇指上面不能有毛 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们 有时候难免可能就有一两根 或者干嘛 然后他就 我就说你可以不要盯到我朋友 都会觉得 对啊 很不好意思 就很 就光在那边吃饭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就这样 太奇怪了 然后他就会看到很漂亮的腿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男生的姨母笑 这多猥褹 太奇怪了 就是会这样 然后我就说 你说你也拜托 就是拜托你不要这样 真的我朋友很尴尬 然后后来真的发现 他每一任的女朋友 就是姑且先不论长相 那腿还真的都是很漂亮 真的都是很漂亮 然后他就喜欢那个 但是身材 但就是那个腿就是长 然后就是也不是那种运动型 有一块肌肉的那种 都是修长的那种 然后脚踝要够细的那种 脚脖子 对 他们就说 然后最好还要有个什么 脚链之类的 很挑 像我儿子好了 我儿子就长把控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是剪短发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妈妈你不要来接我 说有那么严重吗 然后说你留长 拜托 就小男生 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女生 长头发才是漂亮的 我小时候也会有一点 会不会这样 而且就小朋友 我突然想到很多小朋友 都会有那种 丝袜孔 小朋友 你们会不会 小朋友 小朋友 不是 小男生 我妈比如说以前都会穿丝袜 然后我就一直摸她腿 好舒服 我不怕 什么都不会 你看她有略显变态 对 人家很少人 你是喜欢 因为现在很少人穿丝袜 你是喜欢把丝袜 没有 不会 就是觉得那个触感很舒服 我有朋友是那个 她是看到女生穿网袜就 受不了 我老婆是 耳垂控 摸你 她如果看那个耳垂是很大的 肥肥嫩嫩 她就 会想要摸 她的手就受不了 就很想 像王一是那个耳垂 还OK 还好 我只有一点担心说 大嫂会去冒犯弥勒佛 这样子 不是不会 我想问一下那个 像刚刚讲的这种竹控 长法控 也算是炼物癖的一种吗 是有这样的分类 没有错 不过也有些专家学者 是想说是不是要把 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竹控 给除病化 为什么 可以吗 没有 因为他们理由是说 因为在感知身体的 大脑区域 跟操控腿部的区域 其实蛮接近的 所以有些时候会不会 其实只是因为联动的关系 所以才造成对腿部 比较有感觉 它其实跟那种病态式的沉迷 不见得是有关系的 强调病态式的沉迷 而且是所谓的不得已 就是大脑部位住得近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部分 给去掉这样子 不过像一般来说 会在我门诊的话 主要是真的所谓的 造成困扰的情况 像我就有一个患者 他是对高跟鞋 女性穿的高跟鞋 有很强烈的癖好 他老实来找我是因为 他偷了邻居的高跟鞋 对 然后他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本身有军工教的身份 后来是邻居 没有去报警 但是请他一定要接受治疗 还过来找我 那过程中其实 他是有接受药物治疗的 然后也有用所谓行为治疗 我们在做这样治疗之后 他虽然不再有 偷高跟鞋的举动 可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 因为不管做其他事情的 那个满足感跟成就感 还是低于拿到 而且是不告知的情况 拿到人家高跟鞋 那后来他调职 调到外县市去了 还是过来找我 但是之后很神奇的 他居然可以结案 大家很难想象 这种情况下居然可以结案 想到是高跟鞋控制好了吗 其实倒也不是 而是因为刚刚起的意思 他是偷人家高跟鞋 对 但是如果是合法取得 他是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然后那女朋友 提供他穿过了高跟鞋 那也要这个女朋友 可以接受男朋友这个怪物 拿新鞋来换就好了 对 但是另外还更妙一件事情是 交换条件 因为她的女朋友有个癖好是 喜欢捏人皮肉 还要捏到瘀血 对 然后是 所以怪人很色跟怪人在一起 很纳热说 奇怪那个男的为什么胸前 有好几个瘀血 是练北斗神拳吗 不是 是被女朋友捏的 对 那既然可以合法取得鞋子 而且再加上她女朋友那个癖好 只要男的没意见 对啊 那就不是病了 各取所 各取所 对对对 一个这样捏你捏我 然后 一个拿高跟鞋 好 这画面 这画面资讯量太大 我得再意想这样 不好意思 对 对啊 行为治疗是怎么样 就是让他逼他每天穿高跟鞋 穿到他讨厌高跟鞋 那是嫌 那个小丁讲是嫌恶治疗 可是其实行为治疗 讲白一点就是说 让我们期待 或是我们不喜欢的行为 去增加 持平或者减少 举例来说 希望孩子有礼报 那可能就透过奖励的方式 让他至少遇到长辈 遇到朋友 什么会打招呼 这真强 这真强 那像小丁刚刚提到 是咸雾疗法 像譬如说 最近流行的那种借酒 喝一种特别发泡定 然后喝了那个水之后 只要一碰到酒精 就觉得恶心反胃 是 那因为这样子之后 日积月累就觉得 我喝酒会不舒服 这形象连接起来 有这种东西 有 已经有 哪一些控最让人难懂 来 佑云 好 接下来的控 就是跟物品 喜欢独特的物品 比较有关系 首先来看到第五迷 就是有特殊喜欢的 形状或是卡通人物 只要是有关于这些的 通通都会想要 把它买回家 这占了14% 接下来第三名 就是穿搭小物 逃不了点点 衣服点点 袜子点点 裤子点点 什么通通都要是点点的 这个占了32% 好 就有网友 分享到他的朋友 是一个 Hello Kiki控 不管是包包 衣服 法式 耳环 甚至连裤子 都可以是Hello Kiki 真的每次让他看了 都雁花缭乱 另外也有网友 坚持自己 不是粉红控 可是他连家里面 房间的颜色 都是粉红色 好 那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 这样子的朋友 或者是自己也是 有特殊的控 感觉怪控人 黄沐妍 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有 你如果看我今天穿 泰式奶茶颜色之后 我就是一个奶茶颗 其实我的奶茶颗很漂亮 这件衣服 穿起来很像孕妇装 我还是买了 那就因为它奶茶色 就是因为它是奶茶色 所以我看到这个颜色 我就受不了 我就买下去 这是我的登山包 也是奶茶色 宫顶包 然后我的一些衣服 然后我的登山帽 两个就是一个是比较土的 然后我就觉得它不够奶茶 我就再买了一个奶茶色 但其实穿起来 是应该有点差不多 运动内衣也是奶茶色 一定要 然后看我叫奶茶这种东西 这垫有 有 因为这个比较浪 然后要看起来身材好一点 就把它垫 像我这些小东西 发箍或者是夹子 我都会买奶茶色 但其实 就是我不是一个这么熟女的人 所以我其实用不太到 我就是在家里 那你就喜欢这个颜色 我就是喜欢 我看到就要买 然后每件衣服就是 成套的都要 就是一套一套 真的很疯 很疯啊 一定要啊 而且之前穿这个去啊 还被笑成按摩师傅 我真的可以这样 对啊 你就很好看 这奶茶色耶 然后这样穿 你按我怎么会这样 对 没有 而且你知道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癖好 就是我很喜欢玩那个 库婆利克熊的一些上色 然后像我一做就会做 奶茶色 这你自己上色的 我自己上色的 这个会增值耶 对 他自己上色的不会 我自己上色不会 因为我不是艺术家 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像我们在这里的教室呢 就是那个教室就是白白 然后有点买茶迷色的教室 我就跟我朋友说 如果你要来跟我一起做熊 你一定要穿奶茶色 不然我就不跟你合照 所以我就会很讲究 我为了这些怪控啊 我还影响了我老师 因为我老师原本是一个礼拜 一个月子上一堂课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太喜欢画熊了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 加班来陪我画 然后老师就不跟他朋友 不跟他女朋友约会了 就是一直陪我画画 所以你再抢一下男朋友 不是 我没有 老师是不是下睫毛很深邃 因为我们一群人一起上课 我只是想要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去做熊 那你今年很开心 今年好多奶茶色啊 对啊 我今年超爽的 我什么衣服都想卖 我今年流行这个颜色 今年很流行 妈 这整套你应该想带回家吧 我很想要把她衣服扒掉 对 妈 入完影 好 像我就很喜欢帽T 然后像我就是前前后后 不管什么长袖短袖 厚的 薄的 里面有绒的 不加绒的 有外套的 或者直接套头的 然后我都有 不论自己买 你会帮小孩也买帽T 帮老公也一起买 老公是不准我买他的衣服 他就说 你不要帮我买帽T 我不要 对 我就会帮小孩也买帽T 你又跟他讲 现在年轻人都是穿帽T 我就觉得帽T很好穿 我有五件奶茶色帽T 真的 不是 我跟妳讲 我的帽T 大概至少三四十件以上 我也是 对 好多 那个真的是很赞地方 比喻讲 但我有个朋友 是比较恐怖的 一个女生的朋友 他就是很奇怪 他比方说就是 因为我们跟他很熟 只要跟他很熟的朋友 每一个人 几乎鼻子都被他挤过粉刺 他超爱挤别人的粉刺 然后就你知道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去唱歌 以前我们就是 还没有疫情之前 让他唱歌 然后就是唱歌 有时候可能就是想要 来喝一杯这样子 每个人走出那个包厢 其实真的都不是因为喝酒 都是只有鼻子红 是被拉起的 他真的就是只要看到 就是比较熟的朋友 尤其是男生 男生比较不计较 他那个手就是 就过去了 会 然后会跟你讲说 你应该要用什么 指甲 拇指这样 从旁边这样卷 可是他用手很容易会感染 所以很脏 卷啊 就看不得人家鼻子上面 有一颗一颗的草莓鼻 这样子 好怪 我个人我也有一些物品控 但是很不适合我自己 粉红色包包 不是 这包包是我老婆今天 你就带来了 你就带来了 你这包包到底怎么会是 好不适合你喔 你是家里也都漆粉红色的吗 没有 我不喜欢粉红色 我没有放这包包 你怎么会是 没有 我这个粉红色包包 只是随手拿的 我很喜欢银饰 很喜欢买银 买银 对 买银 因为从小 你现在戴不到 可以开始卖银吗 卖银 对 就反正就是很喜欢买 一堆有了 他们家的你不戴很久 也会氧化 买银饰就是追求他氧化 就是追求他非黑人 可是他有时候氧化的带会过敏 男生OK 比如说像这种 他黑黑咸咸的 比如说我这条对不对 一定要这样子 那我这样黑咸咸的 然后但是 要氧 它上面有点金有没有 金金的 然后看起来就特别好看 对 所以我其实我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买银饰 然后 你的这是大银金色的 我的是小银金色的 你再说一次 大银金色的 对 没有错 就是大银 我有一条是小银金色的 个人喜好不一样 现在小银比我还敢这样 然后比如说 你不要看我这个 粉红色的烂包包 他有乱句 他有乱句 对 不要看我这个粉红色的烂包包 看起来很烂 但是其实这里面的东西 家家也是要超过三十万 要 你这代超贵 真的假的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三十万的东西 你就随便拿一个透明包包 要怎么办 我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为了买银饰 因为我不会说 因为你看像前一阵子 Goros非常红 他就那个吵到已经夸张了 我要给他看 因为他一直以为我在开黄枪 不是 他上面真的有个银爪 我知道 银爪 银 上面是有个银爪 然后它是那个羽毛 你这个值钱了 这个还有这个 有一个戒指比较值钱 其实铃铛也很值钱 这个铃铛你 登来喔 我就不知道 你看这样 这个铃铛也是很有名的牌子 这一个铃铛大概三四万多 对吧 可是讲真的以形式来说它算轻 很贵耶 其中一个戒指 我去东京 然后去了一个那种 航阿来里面的店 你就这一个吗 对 就是这一个 航阿里面的店 然后那个店员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说 我之前卖了牧村拓宅一个戒指 就是刚刚那个 对 就是刚刚那个 他就说我跟你说 所以你就买了 牧村拓宅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 而且是我卖给他的 我就说 卖 我要卖 而且牧村拓宅 也是用这个袋子装的 不是这个袋子 就是这个袋子 对 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买 这么容易被洗单 我老婆从头到尾就在旁边 然后最后她就冷冷讲了一句说 她是牧村拓宅 她就在脸上有鸟屎 那个鸟屎都很值钱 真的 对 然后就这样我就撇了这个 大概七八万 我出国的时候 我就会很像那种 香巴佬要出国 然后我老婆每次都说 我只要出国就是穿金带鱼 我就全部把他带在身上 真的 但是 出去玩会太危险 很辛苦的是 只要过海关 过那个检查的时候 后面的人全部都在 猜很久 我一直猜 一直猜 这样子 好了 那最后还有哪一些怪控大魔王 是让人受不了的 我们问一下又云 好了 最后就是跟食物有关的 第二名就是喜欢的食物 可以连续吃一个礼拜 这个占百分之四十五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像这样 因为我是高雄人 然后高雄的早餐 会有那个锅烧一面 或锅烧冬粉 那我几乎每天都是点这个 然后都不用换的 所以我爸妈买饭是很好买 好 接下来是第一名 不管吃什么 就要加入特定食材 也不管搭不搭 这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七 有网友就分享自己是胡椒控 不管加什么东西 不管是汤 面 或者是饭 他都一定要加上胡椒 那这是属于自己个人的 比较没有关系 但如果今天妈妈 有这个控的话就很头痛 就有网友分享说 自己妈妈有一阵子 迷上马告系的食材 不管煮汤 煮蛋 煮面 什么通通都要加马告 那个味道真是成为 全家人的梦魇了 可是东西可以连吃一个礼拜 我可以 可以 我觉得我是很疯狂的 那个芋头控 芋头 芋头是每个女生都爱的那一种 不然甜的 有 不然甜的跟咸的我都爱 而且跟我吃火锅的人 一定要在火锅里加芋头 因为那芋头会融掉 我们只会种芋头 敬芋 喝大便的 不要讲这个 真的 就是我一定要强迫我朋友 在火锅里试试看芋头 因为那个芋头整个融进去 那火锅的时候 那个味道极香 这几年其实芋头控制 就是芋头这件事情 变很盛行 就是在很多餐饮业 像是很多人 会在咸蛋黄里面加芋头 或是鸭肉芋头 或是肉松芋头 像这三个东西 其实都不是我喜欢吃的 但是因为加了芋头以后我超爱 肉松芋头我可以接受 很好吃 鸭肉 鸭肉无敌 鹹蛋黄也是很强 江南菜 芋头鸭超好吃 它是芋泥塞的鸭 芋泥 芋泥跟鸭 真的 有一些那种店做得超好吃 芋头配鸭 真的是我有点驱惊到 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我就会跟我朋友说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三重吃 因为三重超多芋头的店 然后后来我只要跟我朋友说 要不要去三重 他们都会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回我 对 然后除了这之外 我们就有肥肉控 就是我跟我朋友 不要这样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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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的表白 我就坐这边 你硬要叫我坐这边 我真的很爱肥肉 真的啦 就是你知道我们很常吃那种 三层肉过来 然后一盘 然后有时候就三分之一的 那个三层肉的肥都不见 都变成一层肉 肥的就被你吃掉 那你还那么瘦 没有我是肥的胶原蛋白啊 我很肥耶 真的 很多喜欢吃肥肉的女生 不胖耶 皮肤很好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 而且我只吃三分之一 我不会吃整盘 我就吃我自己的部分 而且我会跟我妈一起抢肥肉 我妈也是超爱肥肉 然后除此之外 我是一个 我觉得剥虾就是一个人手脏就好 你知道如果我们整桌人都剥虾 要浪费多少湿纸巾 浪费多少水 所以我觉得不然我一个人脏就好 所以像我们家过年有六桌 我觉得剥完这一桌虾 趕快去下一桌剥 好像是我的工作一样 然后我会很开心 然后觉得我被肯定了 因为他们都会说你好棒 然后我觉得很爽 然后如果想要跟我抢着剥虾的人 你就要跟我剥虾比赛 比我快才可以 然后头跟我一样 对啊 奇怪 因为我现在出去玩 我的朋友也都没办法剥 而且他们很喜欢跟我去掉虾 因为我都会帮他们剥好 我不怕烫 我觉得这个超有趣的 我是看到人家如果买蛋的话 我就很想帮他剥 那个壳 你是很疗语 很疗语 想问一下王医师 就是沐妍喜欢这个芋头 或是猪肉 是潜移默化的因素吗 我记得小株是客家人吗 很喜欢 所以基本上 这属于客家食材中 会蛮常出现的彩色 喜欢什么口味的父母亲 就容易有 喜欢什么口味的孩子 所以我也觉得是潜移默化 当大人觉得这好吃 然后呢 小孩子从小就吃惯了 那已经不只是只有说 习惯而已 还包括一些就是情感 跟文化的因素 家的味道 是的 是的 那当然其实刚刚那句话 原本是出自一个典故说 害怕蟑螂的父母亲 也会有害怕蟑螂的小孩 对 因为一样看到父母亲的反应 会觉得那个是可怕的 对 那总不可能说 有父母亲说 这好可爱喔 你看这光泽 然后这个脚的强健程度 这光泽 张榜 应该没有人喜欢吧 那不太可能是 所以原则上 反正就是刚刚你前一幕话 然后甚至有点上行下校的那种感觉 像我的话呢 我吃东西 我是很喜欢加甜辣酱 我什么都可以加甜辣酱 肉粽 肉粽一定要加甜辣酱 你是不是小时候看到那个 艾滋味天辣酱 一定要只可以加 我只吃艾滋味的 真的 我不管水饺 水饺 我妈就说 你山东人给我吃水饺 加甜辣酱 我就很好吃 然后吃火锅 我会把甜辣酱 跟沙茶酱 调在一起 然后我甚至有时候 就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 我肚子很饿 你只要帮我煮一碗白面条 然后我加甜辣酱 认真 我真的就 拌一拌回去很好吃 但一定要艾滋味的 你现在是不是想常代言的 没有 艾滋味应该找他代言 没有 那个牌子 就一定要那个牌子 我特别喜欢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吃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 他都要加七味粉 七味粉 有时候是真的还蛮好吃的 是 但是你不可能 任何东西都加 他中式西式都加 什么都加 蘿蔔 好怪 蘿蔔排骨汤也加七味粉 什么都加 官东煮可以 都加 蘿蔔排骨汤我还可以加 艾滋味甜辣酱 真的 我已经想到艾滋味甜辣酱 好了 厂商也在跟你经纪人联系了 放心了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 这个东西 奶精 奶油球 这个加麦当劳的玉米濃汤 无敌 超好吃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 真的吗 这个文国就非常后来 因为一开始加咖啡 然后比如说奶茶加这个 鲜草丼 鲜草丼 这一定要加的 对不对 但是我会每一种饮料都加 比如说柳橙汁 柳橙汁 柳橙汁 好喝吗 这个不好喝 那你干嘛要加 我就 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会都加 然后到最后我就统计出来 最好喝的是加可乐 可乐 奶球可乐好喝 我弄也喝是不是 奶球 奶球可乐 可乐加奶球好喝 还是可乐加艾滋味甜辣酱 我这个 你会进加那个 对 这个真的很好喝 就可乐奶球 可乐加奶球 所以比例是像半杯配一些奶球 没有比例 没有任何比例 就随便你要怎么加这样 对 你怎么发现的 你自己饿搞是不是 就是没有 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妈就会带我去那种 那种什么日式餐品 咖啡店 然后它会有很多 咖啡店 一定都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就对 很好喝真的 这看起来很棒 拌一下下就好了 你吃吃看 好诡异喔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这看起来就很噁 很好喝啦 我还帮你加点 我自己会加两个 你那个杯子给我 分一点给 没有 我再帮我们调 我跟你讲 你那杯调给王医师 好 我再调王医师 王医师要两个 我再点重中 不要这样 没事 王医师 小东西就要跟你做 好没有意思 好 你说我好喝我就喝 好喝吗 好喝喔 好喝吗 屁啦 我乖 也没有特别的什么 就可乐的味道 不是他们一颗一颗 你加一点那个奶球 你会觉得 香气吧 对 那个香气 在里面就是 它会 对 它那杯特调 我自己的特大杯 其实我对奶真的不行 不过 意气 你 你是 你上不配的吗 真的吗 OK 再来可以喝 不是 是那个个人 比较不喜欢奶 可以喝 可以喝 好喝吗 意气 其实他跟你才认识五分钟 这样子 我认识好几年了 真的 他这样子 你都会讲的是什么 他有个整个 一颗一颗那个 会结肌 对 会结肌是不是 这个 就科成了耳 因为他那个 天啊 我们今天得出一个 得最后的一个结论 最后就是最奇怪的作品 对 对 因为我会觉得它喝进去 它那个气泡 然后会随着那个奶的那个 那个香味一起这样 那不能加鲜奶 我很喜欢那个 一定要是奶球 因为我就喜欢这个奶球 他就喜欢奶球 我无聊 小时候 重症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奶球 你是不是想喝看看 我没有 我真的没喝 你试一下 我刚喝这边 就不要看它就好了 真的 真的 它可以喝到那个奶油 奶球的那个香 一点点 喝大口一点 对啦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 大口一点 会比较smooth一点 不是 可是就看起来不舒服 看起来就是 我这个很像什么 这很像我在煮那个萝卜汤 先控排骨 然后排骨上面那个肉泡 肉泡的 那就要加 天啊 我觉得是好像用冷水 去泡那个奶粉 泡奶粉 泡奶粉 这一杯放在钱贵桌上 就是人家的呕吐 真的 王医生还ok吗 ok 我在想可能是 刚刚不管是甜辣酱也好 或者是说奶油球也好 其实小孩应该是比较喜欢 那种creamy的感觉 对 对 口感上可能就比较不喜欢 那么锐利 有力有角度 你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应该有药吧 并没有 并没有 有时候喜欢什么 其实可能跟你个性有关 所以我们就要请木木老师 来帮我们做一下测验 每一个人的真实内在个性 是什么样子呢 好的 看你喜欢哪种颜色的食物 看你的心理的状态 或是你的内心的个性 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再帮我选一下 请举牌 5到4号 4 2 1 4 真的都有 2 2 3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太好吗 对 有些东西黑得很棒 黑色食物其实很健康 对啊 黑色食物也不是很贵 海带 香菇 然后土炭 我们先看3 如果喜欢黑色的王医师呢 他的内心个性会比较放荡不羁 我们也是严肃当职啊 放荡不羁 你看他不要喝那杯 有多放荡 对啊 他的内心最多想吸味而放的 他内心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盖子来喝啦 不是 他就说你把他当兄弟 他就不配给你吃 对 他没有在管那么多 他有时候是比较 比较不会计较形象啊 然后不会想太多 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或者他现在直观直觉 想做什么事情 他就会去做 4号的话呢 如果喜欢吃黄色的食物的话 他的个性呢 会相对的比较温和 这个个性相对温和呢 其实也是代表说圆融的意思 可是这个是目前表现 表现出来的感觉喔 但是其实他内心是有一定的 固执程度存在的 对 所以他还是很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只是他表现出来 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 很跟人家不一样啊 还是就是个性非常的古怪这样 好的 接下来2 如果喜欢白色的食物的话呢 叫做心思敏感 所以呢 他可能会有内心有一些小小地雷 是别人可能没有遇过的 不小心就会踩到他的地雷 所以要特别小心在座的2号们 郁行姐 小心喔 有 刚刚我跟妳讲 我刚刚车子就停在 郁行姐的前面 就去敲窗 他来敲我窗户敲多大 你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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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 哪有啦 我很客气 因为我后面的摩托车停在前面 就变成他那个空位 那他刚好那个 后面刚好也压到 我旁边的那个线 你乱压线 我就要敲 你可以往前一点 籃球就是不能压线 不能压线 要转换球拳 对 再来最后呢 就是我们选1号的绿色食物 选绿色食物的人呢 就是控制防人 所以可能在一段关系之中 然后一个群体之中 就容易会想要拥有主导权 或是不小心 会成为一个拥有主导权的人 所以跟他在一起 另外一半要小心咯 不是 适合你现在是 在球队需要这样吗 就是除了控制球队之外 有时候我也希望 有一些比赛可以控制裁判 你知道吗 不可以这样啊 其实什么控都没关系 因为人本来生下来 就是有不同的喜好嘛 一个播一个坑的 对啊 但是喜欢就刚刚好就好 你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对啊 自己喜欢 自己爽 对 都棒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讨论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来 按赞 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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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频道